十二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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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座星座 我是阿斌 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分享 如何让十二星座更加喜欢你 而我們下面所分享的星座的性格 大家去參考一下太陽星座和金星星座 如果你還未知道自己的太陽星座或金星星座是什麼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去查詢一下自己的星盤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人馬座有三大重點 就是自由、百變和樂觀 跟人馬座在一起的話 其實你要當成自己是根本沒有跟他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說自由對於人馬座來說是非常之重要的 你不可以下下管著他、下下查著他 給他足夠多的空間 那他就會覺得你真是他的真名天子或者真名天女 百變 人馬座是一個很講究、新鮮和刺激的星座 如果你是一層不變的話 就真的不能夠維持這段關係太久了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學習一下新的東西 或者嘗試一下不同層面的自己 讓你覺得有一種力久猶身的感覺 無論視覺上還是感覺上都應該是這樣 而第三點的樂觀 因為人馬座是很正面的一個星座 所以如果你經常受眉苦臉 動不動就哭 又在身體抱怨 其實是會令人馬座很反感的 跟生用座在一起有五大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有常進心 第二個就是有家庭觀念 第三個是可以同舟共濟 第四個要夠坦白 而第五個就是要給他夠臉 第一點常進心 因為生用座真的不喜歡很懶散 沒有什麼想法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事業 要夠常進 第二點家庭觀念 你可以不溫柔 可以不漂亮 可以沒有情趣 但是就是不可以沒有家庭觀念 所以那些獨身主義 不分主義者 通常都是跟生用座沒有緣的 第三點同舟共濟 即是要跟他同金共赴 因為事業成就對於生用座來說 是真是這一生人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能夠在他做美 有所成就的時候 不能夠跟他同金共赴的話 那你們之間的關題 就真的不能夠長久了 第四點夠坦白 很簡單 因為生用座不喜歡別人欺騙他 而第五點就是面子的問題 生用座是很注重自己的命 是令自己的成就的 所以如果你令到生用座當眾出醜 不給他面子的話 那就真的要跟他說拜拜了 水瓶座都是有五大重點的 第一個是救治安 第二個不可以衝動 第三個要夠聰明 第四個要夠獨立 第五個不可以妒忌 跟天蠍座一樣 水瓶座喜歡你 就是因為你有你自己的特質 所以你為了認合時下的流行 又或者認合水瓶座獨有的口味 而改變自己的話 反而會遭到水瓶座鼻視你的 第二點衝動 千萬不能做一些衝動又蠢的事 而令到自己一頭會有所後悔 這樣水瓶座也會看不起你的 第三點又好奇心和夠聰明 水瓶座希望自己的另一本 跟他自己一樣 對很多時候都很有求之慾望 他們不能夠容忍和一些很沒趣的人聊天 所以你說的話一定要夠話題性 一定要夠有趣才可以跟水瓶座交流 記住水瓶座是很討厭和很不喜歡 沒有辦法容忍和蠢人在一起 第四點夠獨立 因為獨立的空間和私隱自由 對水瓶座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而水瓶座也都希望你跟他一樣 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不需要時時都跟他一起行動 也就是說你能夠越不理會水瓶座 就越能夠得到他的歡心 而第四點不可以妒忌 千萬不要因為水瓶座多朋友 而有喝醋的這個行為 也都不能在他面前又表露出喝醋的這個表現 因為這樣不單止不會令到他心痛 更加會令到他覺得你很煩 跟雙魚座在一起是四大重點 第一個浪漫 第二個同情心 第三個自由 第四個就是良解 第一點浪漫 雙魚座是一個佑情飲飽的星座 你不需要跟他討論金錢上這些現實的問題 只要跟他風花雪月就好討他歡心 第二點同情 千萬不要忽略雙魚座的感受 他們很需要另一半的開戶和鼓勵 一定要有時間陪在雙魚座的左右 而當他失落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那他就不能夠忘記你了 第三點自由 雖然雙魚座可以為你犧牲任何東西 但是自由對他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世界 有自己的幻想空間 如果你管他太厭 又或者抹散他的幻想空間的話 總有一天他會離你而去 靈魂伴侶這個詞 對雙魚座來說是很吸引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偏偏想去理解他 去諒解他 在想什麼 才會令他覺得你和他之間是心靈相同 好了 今集的星月星月就到此結束了 下一集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十二星座他們心目中的完美情人是怎樣的呢 如果你對於星座或者塔羅瓦是這麼興趣的話 歡迎點擊我的頭像中 和youtube channel的subscribe 記得打開你的更新提醒小鈴鐺 如果你想找阿笨占卜塔羅 或者看星盤的話 歡迎點擊影片下方的一條link 又或者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多謝大家 我們下一集見